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心中要知道 若没有神的保护 今天我们不会存留疫苗 若没有神的保护 今天我们也不会通过这样的CGN TV与大家见面 若没有神的保护 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无法存留一刻 感谢神这样无时无刻的保护我们 感谢神这样的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祂的面前领受主的恩典 愿神祝福今天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 通过话语得着神的安慰 神明记二十五章一到十节 人若有征颂来听审判 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礼 定恶人有罪 恶人若该受则打 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扶在地上 按着他的罪照数则大 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 若过数便是倾见你的弟兄了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弟兄同居 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 娶他为妻与他同房 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 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 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 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 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 兴起他哥哥的名字 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 本城的长老就要照那人来问他 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 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 脱了他的鞋 吐唾沫在他脸上说 凡不为哥哥建立家事的 都要这样待他 在以色列中 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那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的是 生命纪二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经文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到四节的经文 那在前面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人若有征颂来听审判 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 定恶人有罪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对于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审判官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公义去审判一个人 有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说他有罪 而有义的人也是定他为有理 所以审判官是绝对不能颠倒黑白的 然后我们会通过二到三节的经文 看到这里面 以色列人这样的去惩罚恶人的时候 有这样的鞭打的刑罚 但是在这个刑罚当中 却特别的强调 就是说他虽然有罪 但是要惩罚他的时候 要按照罪数去打 换句话说不能过于惩罚 也不能少于惩罚他 并且神在这里 在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要求说 只可打他四十下 不可多打 若多打了呢 其实就是倾见你的弟兄 也是对犯罪的人的人格的侮辱 在这个三节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一方面基督徒做事为人 我们要凭着公义 凭着礼 有理有计的去这样做评判 另外一个就是在对待 犯了错误的人 对待罪人呢 我们是应该惩罚 是应该惩罚 他也应该担上自己的代价 但是切记不可 对这个人有过分的这样的惩罚 甚至不可以对他有这样人格的侮辱 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当中 是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对待犯错误的人 也不可对其人格进行攻击 对于所犯的错误 当然要付出代价 但是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任何一个人都有被神拯救的可能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点 那第四节那里面又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为什么要立这样的一个规矩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牛在农耕的时候 它是干活的 所以对于这样干活的动物 对于这样的家畜牛来说呢 神说不能拢住他的嘴 不能拢住他的嘴的意思是说 让这个牛在干活的时候可以吃东西 换句话说呢 如果只是让牛干活 但是却不能让他充分的来吃东西的话呢 这是对动物的一种虐待 其实我们看到神让我们连 对干活的动物我们都要好好对待 那在这节经文 我们可以联想到的就是保罗 曾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 有这样的一个引用 特别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说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那其实用意就是说 工人理应当得着他的报酬 理应当得着他的工价 那对于我们来说 基督徒绝对不可以亏待别人 我们不要将别人对我们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特别当别人付出这样辛苦劳动的时候呢 我们乃是应该常常纪念这个人所付出的辛苦 纪念他的这样的好处 那在教会里的工人更是如此 不要认为他是牧师 他是传道师 所以他受苦 所以他理错应当他应该付出这样的辛苦来服侍我们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乃是要更多的纪念 这些主的仆人们在教会当中所付出的这些劳苦 并且当我们看到我们肢体有这样的付出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给予应当的这样的好的这样的待遇 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常常纪念别人的好处 不亏待我们身边的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后半部分的经文 就是五到十节的经文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摩西讲了这样 以色列在家族中的这样的一个关于继承的法律 继承的一个规条 什么样的规条呢 我们看到二十五节 二十五章五节那里说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 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 娶他为妻与他同房 夫人生的长子 必归死兄的名下 免得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涂抹了 其实我们看到 当一个以色列人家中的丈夫去世的话 那这个丈夫的弟兄就有义务要娶这个死掉丈夫的这个妻子 并且生下儿子 作为死去的丈夫呢 来这样去继承这个家庭的这个遗产 或者说成为这个家里面的继承人 那神规定这样的律法呢 其实有他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对一个家族血脉的保留和保护 当然我们往后面看的话 二十七节那里面也说 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 那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 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 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弟兄呢 有没有拒绝这个拒绝的权利呢 实际上是有的 但是如果拒绝的话 就要付出代价 并且受到一定的惩罚 就是让他 我们再往后看的话就会看到 就是让他哥哥的妻子 当着这个长老的面 吐没在他弟兄的脸上 并且称他的名为脱鞋之家 那对于这样的条例呢 当然今天在我们现代社会 我们是不可以直接拿来这样的应用 但是在这个条例当中 我们却可以看到神对人的这样一个保护 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那大家都知道 在当时这样一个部落的社会里面 如果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去世了 那她马上就成为这个社会群体当中 最软弱的 最柔弱的这样一部分人 并且家中的丈夫没有 她自己又没有儿子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是没有人继承这个家业 也没有人来传承这个血脉 所以神有他特别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这样的家庭 保护这样的妇女 所以我们从这个律法当中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一个细心 神的一个挂念 能挂念到如此的去为一个家庭来考虑 如此的去为这样一个弱势的妇女来考虑 那对我们今天来讲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基督徒我们也是要明白神这样的一个心意 神是如此的挂念这样软弱的人 那我们的心中也应该效法神的心意 来常常的来顾念那些软弱的 需要帮助的社会上的弱势的群体 所以当我们如果有尽义务要去帮助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绝对不可以推辞 就像这里面弟兄若不尽他的义 不尽他的义务的话呢 就要受到长老 当着长老的面受到侮辱那样 我们若是不能够尽本分 去帮助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时 那神其实也不喜悦我们这样的行为 愿神祝福我们都能够常常的 心系着我们身边那些需要帮助软弱的肢体们 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来主动的去帮助他们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 主感谢你今天又借着主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 主啊也特别让我们通过主你的律法 来得着主你的心意 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行事为人 秉行公义的去来行事 去尊重人 去多多纪念我们身边 为我们劳苦付出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和需要 主动的来去帮助他们荣耀神 感谢神 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